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8月22日星期四报道说 他们从深圳罗湖警方了解到更多的信息 称英国驻香港总领馆一名香港籍雇员因嫖妓被中国警方拘押 郑文杰是苏格兰国际发展局香港雇员 他8月8日到深圳参加一个商业会议 在当天从深圳返回香港过关时 与在香港的女友失去联络 中国外交部星期三证实拘留了英国驻香港领事馆的一名雇员 但是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没有提供那名雇员为什么被拘留的详情 英国外交部星期四说 英国仍在迫切寻求得到进一步的信息 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的特约记者江静灵 请他为我们介绍英国方面对此案的反应 静灵你好 是的 我想挑战刚刚说英国方面对这一方面的反应 我们刚从您前面的那个报道里面 我们也看到了 那就是英国驻香港的领事馆的职员正文杰 他在遭到中方拘留的消息传出以后 其实是引起了英国朝野的矩目 但是呢 舆论的报道和讯息确实非常的有限 而尽管这个英国外交部对这件事情表示严重关切 那么中方刚刚也说了 一直到本周三也就是昨天才证实 那么其实已经在本月初 已经失踪了十多天的这个失联的 这正文杰他是才遭到这个中方的这个对行政拘留 而今天呢 这是透过中共的官媒 只称正文杰是因为嫖妓遭到行政拘留 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指控呢 英国各界的一个反应消息传来 是感到非常的诧异 那么英国的外交部在今天的中午发布了声明 指出从伦敦外交本部到香港的领事馆连日来 多次向中方询问正文杰的状况 但是呢 都无法和他取得联系 而英国外交部在今天的声明中呢 则是紧急呼吁中方提供正文杰进一步的讯息 那么由于正文杰他是负责推广这个苏格兰招商事务 所以我们看到了苏格兰政府对本案也表达关切 而驻香港的这个抗争的行动人士 关切这长期以来抗争行动的 之间的这些关切人士呢 则是告诉美国之音 这个案子再次证明了中共政权的不透明和不可信任 小赞 我们看到这个英国在香港回归中国前曾给予香港居民 这个英国海外公民权 那么英国政府是否考虑进一步给予 拥有这些权利的这个香港人更多的保护呢 是的 我们回到看正文杰这个例子 2017年受雇于英国这个驻港领事馆的正文杰 它其实是持有英国海外公民的这样的一个护照 那么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护照呢 这是英国政府在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之前呢 核发给在1997年出生的香港公民的一个文件 不过呢 英国的海外公民除了必须接受这个英国移民法的规范 无法自动的获得英国居留权和工作权外呢 在欧盟也被认同是英国的公民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香港反送中抗争以来 有关把英国海外公民的待遇提升到 和其他在海外的英国籍公民相同 也就是说把这些人呢 落入到英国的法律保障的声音是逐渐浮现 那么正文杰的案子呢 他再次凸显了这层考量 对英国香港海外公民可能产生的保护作用 但是落实提升英国在香港海外公民权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它不仅是英国国内的立法程序 中国方面也一定会举力反对 不允许外力介入中国内政 所以乔战很难想象 在目前的情势下 中央双方要如何来进行磋商挑战 好的 感谢静灵从英国伦敦为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